30岁父12年生妻子 四个丢政府 人间蒸发 曾惨报国队小指化的台湾来说 似乎是个希望 但只生不养 这妈妈实在很糟糕 台北30岁的萧小姐 12年前生下两个儿子 就丢给前夫 后来跑到宜兰陪酒 炸了富商850万 展开逃亡生活 2008年到2013年间 陆续生下四个小孩 不故乡 全丢给社福机构抚养 落跑 去年4月 与第二任吸毒老公 在苗栗生下老妻女儿 丢给保姆后任间蒸发 而老公也锒铛入狱 苗栗县社会处调查发现 她从小家境清寒 兄弟姐妹多 爸妈把她送给姑姑 因为她被冷落 造成至暴自弃 没责任感的人格缺陷 国中毕业后 朗迹天涯 然而她现在下落不明 社会处担心 在找到她时 又多了个 负不想的小孩 她连多一步也不想 她过一天是一天 其实还得还挺麻烦 那你刚才决于预算了 我好想说 你都不想啦 那你怎么说 你很赔了 啊 你 你 到底 你